紅樹林因為河、海、陸地交匯的特殊位置 常常會發現很多特別的生物 像潭土魚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拉 只是不知道柬埔寨的紅樹林區 會不會有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趕緊來和船家研究研究 他們真的有在補東西耶 可是什麼什麼都沒有 小朋友你幫我問他說他們是抓什麼的 沒有 抓東西的 對啊 抓什麼東西 這是抓魚 抓魚的是不是 那我方方便上他們的船 然後請他們補給我看好不好 那請他再靠近一點點 我要上他的船 他們就用這個籠子來抓那個東西嗎 用來抓東西的 因為這個籠子我見過耶 這個籠子好像我上次見到的時候也是抓東西 然後他那次抓了一些螃蟹跟魚 然後土龍 有一次我在紅樹林抓土龍 但是土龍不是這種 他是竹子那種 如果觀眾朋友你還有印象的話 但是道理是一樣的 好像從這邊爬進去 他就出不來了 我們來抓他看 他用什麼耳 這什麼耳 可以 魚 魚是嗎 魚 然後這樣關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沒電 OK 然後來丟下去 魚 魚 魚 也難怪小馬我覺得很熟悉 因為東南亞國家用的雞是頭 真的都差不多 管理是土龍也好 大頭俠也罷 可是小馬我真正好奇的是 他們到底能做到什麼 那怎麼知道他抓到了沒 用東米蝦 用人下去 然後他再過來看 放了然後再過來看 所以我們待會才要再過來看 那一天他要放多久 有 有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喔 這樣我們該等整個月喔 對 我一個 對 好 等一個晚上 那你可不可以 把握一定抓得到 對 那一定抓得到 一定抓得到 所以說這邊很多就對了 是 啊 別說了啦 怎麼可能就在這裡等 導遊說他們靠這裡的收入 不但可以維持生活 還會存 所以每天都會放很多的籠子 趕快和他們去看看昨天放的吧 有東西了嗎 有 真的喔 我看看 搞了半天是螃蟹啊 這就是他們說 剛剛跟我講 那很多腳的東西喔 對 很多腳的 真的 好 其實也沒有錯啦 螃蟹真的腳也蠻多的 但是這應該不是我要找的吧 這螃蟹蠻大的耶 你看野生都這麼大耶 不行我覺得還是要抓出來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讓你們看一下 讓你們看一下啦 讓你們看一下 人家這裡柬埔寨喔 紅樹林野生的紅情喔 比我們那邊人工飼養的還大 欸 我覺得有點危險 我那次去 去那個泰國 被螃蟹咬一個 哇 整個手裂掉 這個 小心 你先把它控制住 欸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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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卡住了 我們就卡住了這個角 好大喔 哇 它這樣 哇 很大很大 它死不肯離開這個網子 你看 死要抓的 給我來抓 OK 有這麼大耶 這隻更大 你看到沒有 這次我真的想把它拿出來 完蛋了 你這樣子沒有辦法放 等一下 先放一隻斧頭在前面 讓它怕 怕怕 怕怕 它不怕 它在哪怕 它不怕 它在哪怕 這很誇張的大耶 它很拼耶 很拼耶 很拼耶 我就不相信我抓得到我 你看到沒有觀眾朋友喔 你給我看一下 這個紅筋有多大 你看它的凹 好大喔 這螃蟹還真的大得不像話 果然是天然的最好啦 因為這裡的紅樹林 完全沒有工業污染 所以捕刀的螃蟹 幾乎都是頭好中壯 所以基本的 也有一張A4尺的大小 而且聽阿山說 這螃蟹還常常自己 會爬到爛泥巴上 逛街找食物 欸 還去看電影 有時候不費半點力氣 就可以給它活桌不少隻喔 那真的一天 他們可以抓幾隻 豬腦袋 蠻多的 蠻多的喔 他們怎麼賣 賣給魚市場嗎 人家抓到了 拿到市場去賣 一公斤差不多 七八十塊左右了 七八十塊 你現在在講 七塊八塊或者十塊 美金嗎 你在講美金嗎 對 美金 是美金 七八塊吧 對 七八塊 七八塊美金 這樣也很貴 好大喔 這少數也十塊美金吧 真的可以賣到十塊美金耶 哇 那它這一天要補很多隻 還不錯喔 所以它收入應該算不錯吧 笑嘻嘻的 你看看 這位阿山說 除了拿去魚市賣 最近河邊更開了幾間餐廳 拿到這些餐廳賣 不但方便 而且價錢更大 因為來用餐的客人 就可以直接看到他們在收貨 所以這些餐廳也就順便打出 現桌現殺 紅樹林巨蟹的招牌 什麼快炒啦 青春啦 花樣可是無情一不有 我們現在馬上來吃吃看 這個柬埔寨呢 在紅樹林當中的螃蟹 它的肉質怎麼樣 首先呢 這邊有炒好的 我先看一下喔 這個是炒的 黑胡椒蟹 請吃看好不好 喔 好吃 真的好吃 其實我覺得各地呢 它炒料理的方式都差不多 我們曾經在印尼也吃過螃蟹大餐 吃過很多種螃蟹的料理 但是這次來到這邊呢 確實喔 他們這邊的紅樹林的蟹肉呢 真的 不要又講彈性 應該是 很有彈性的一個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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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 這一隻 好不好 紅山雷 這麼大一隻 也不會幫我剪隔 也叫我怎麼吃它 我這次跟它拚了 看來是它的腳印還是我的嘴印 看到沒有 這個 好不好 觀眾朋友 沒有剪過的喔 我哪可以把它剪開喔 我就跟你信 這根本是不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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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辦法長啦 我只是跟它剪鯊的肉 這個就可以切鯊 唉唷 有蟹膏耶 哇 這老糕大家都很愛 搖一塊起來 喔 我吃到大蒜 哈哈哈哈 又不見了 那整個就是大蒜 夭壽 夭壽 怎麼會被夭壽中 好啦 這樣一點啦 意思意思啦好不好 唉唷 滴滴的耶 我們要去補那個牽腳怪物啊 這個地方的海域 是不是要找一些比較特別的海域啊 那你找那個比較波浪的地方 那個波浪的地方 那個波浪的 那個游上來 那我們像這樣停止不行對不對 那我最難 必須要船去結胎 船一直在行徑當中 才能夠補這個 補這個動物 那最大的可以補到多大一隻啊 你再比一次 你再比一次 這麼粗 一個手臂這麼粗 然後這麼長 那蠻大的耶 比大頭蝦大耶 那這種東西會被攻擊人啊 那有好像夾子一樣 籤子一樣夾的 就對了 那好不好吃 天然的 天然很好吃 那那個很貴的 很貴的喔 一隻大概賣多少錢 沒有啊 通通路的 來啦 他說差不多一隻啊 要五塊錢啊 一隻五塊錢 五塊錢到十塊錢 一隻五塊錢或十塊錢 減幣吧 一隻五塊錢到十塊錢的美金 差不多半公斤左右 哇 那很貴耶 那我想問一下 這艘船是不是他的 沒有 他姐姐的船 也算自己家裡面的嘛 在這個 這個區域的漁民裡面來講 有船的是不是算比較有錢的 不三 沒有啦 在這區裡面 就是有一艘船呢 也是蠻好的 蠻好的 雖然有點危險 但是因為價錢還不錯 漁民常常會鎖定他們當目標 通常只要出台過夜兩三個小時 就會有不錯的收穫啦 想把我看看今天的浪頭也不小 相信一定補到一大堆 我們現在呢 正在做一個收網的動作 要把那個閘門給拉回來 然後再來看看有沒有 能不能補到什麼東西 船員真的不好當啊 漁民 你們好辛苦啊 真的 又要曬太陽 然後又要運船 然後 又要拉這個東西 因為這東西很重 他等於是跟海流在做抵抗 請錢 連他都在笑我 笑我這麼好 刺一條雞 一定是頭雞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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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門被我們弄上來了 Sam說 像他們這樣自己家裡 有艘小船的 其實最喜歡 因為錢都得花在船的上面 所以沒錢請人啦 一切都得吃起來囉 有魷魚有沒有看到 魷魚有魷魚 他很緊張也對你噴水喔 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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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欸我看到一個好奇怪的人欸 黃黃的那什麼東西 這什麼那什麼 這什麼東西 龐龐 龐龐 千角怪物 就在這個嗎 是 欸這長得很像瀨尿蝦欸 感覺上很像瀨尿蝦 喔 該不會瀨尿蝦就是他們說的千角怪物吧 來來來 還有很多墨魚在吐墨汁 哇 我們算是應該有收穫喔 因為我剛剛用眼睛看 你看好大一尾 來把它拉上來 拉上來 哇 哇 好多東西喔 搞了個半天 原來小馬我打聽到的怪物海鮮 就是瀨尿蝦 因為它有黏刀般的前角 中間三到四對黃色的長角 加上游泳師不停擺動的瀑布鱗片 所以會被人戲稱為千角怪物 也叫做螳螂蝦 這樣好怪喔 這 蛤 會砸的 會砸人耶 那我怎麼抓啊 這樣抓喔 這樣喔 我知道我了啦 那如果活了那我摸個 再摸個位 哎唷唷唷 哇 找到好怪喔 欸果然是一個那個怪物耶 而且 我在台北有吃過爛尿蝦 沒有看過這麼大的耶 這算大還小 中的 中的 還有更大的啊 還有更大的 哇你看有多大 跟我的手臂一樣大耶 跟我的手臂一樣大耶 有沒有看到 跟我的手臂一樣長 跟我的手臂一樣長 裡面還有更大的耶 還有更大的耶 你看 真的有一個 也很大 好大一尾喔 放在我的整個臉旁邊 你看它有多大 然後我的賴尿蝦有一個 兩隻腳 難怪這個叫千腳怪物 你看它的腳多恐怖喔 力氣好大喔 但 你看 它的腳上面都有這個 你看 你看 它可以把整個魷魚 小巧的那隻魷魚 小巧的那隻魷魚 被它夾在手上 這賴蝦真的都很大耶 你看 好大喔 你看 真的是隨便抓 還有在 還有 還有小隻的 小隻的我看到了 小隻的 小隻的 你看小隻的跟大隻的差多少 多少 差很多對不對 你看小隻的 小隻的 小隻的賴尿蝦 賴尿蝦和大頭蝦一樣 都是柬埔寨的特產 因為這裡都特別大 大隻的通常論公斤 不論自賣 小隻的則是整堆賣 但是因為小隻的 實在沒什麼價值 常常會被亂丟在路邊 真的太多 這個賴尿蝦本身身上有很多的刺 所以平常我在吃的時候 我也不太喜歡吃賴尿蝦的原因 是因為它常常刺到我 但是賴尿蝦的肉 非常的好吃 而且很貴 這樣子可以賣多少錢 一萬元 一萬元 差不多四塊美金 四塊美金 三四十二 一百三十塊錢台幣 這樣子一尾 漁民可以賣給他們的商店的人 然後商店人再賣給我們吃的話 可能就要四五百塊 這裡的賴尿蝦 因為數量不是特別的多 在一般市場上其實不多見 也因為一般的柬埔寨人吃不起 所以他們將賴尿蝦補上岸後 大盤商多半把大隻的直接收走 再出口到鄰近的國家 這裡不知道什麼地方 感覺上都是鐵皮屋 然後都潑潑爛爛爛的 我剛才從那裡走進去 整條龍都泥巴路 那據說呢 在這邊有一戶人家 整家的爛尿蝦賣出去 有十幾萬台幣 十幾萬台幣的爛尿蝦在那邊賣 到台灣賣可能快要一百萬 這間 好 好 好 你看 這不是賴尿蝦喔 這養賴尿蝦的 我在猜這一定是老闆的車 整個街上我看到都是摩托車 腳踏車 居然在這邊放了一台賓士耶 買入的耶 買入的耶 好 裡面的人一定有錢 我進來看看 走 賴尿蝦其實是賴尾巴的一種 算是螃蟹和蝦子的近親 柬埔寨人以前也不了解他的價值 一直到國外開始大量購買 才知道他的好 現在的爛尿蝦 可是為這裡賺進大幅的鈔票 老闆娘喔 唉唷 真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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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手喔 好 所以是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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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老闆娘是柬埔寨人還是哪裡人 出山感不見 我聽得到你講 出山感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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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是華人嗎 現在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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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娘 你這一匙的那片要掌 這才大隻對不對 我隨便撈一隻起來 那是牠 好 太快了 老闆娘這一隻要多少錢 電筆嗎 差不多要兩萬塊 捲兵 兩萬塊 捲兵 是多少錢的 五塊美金 五塊 到五塊錢美金喔 是 等一下 不好意思喔 攝影師 我知道你很想拍他 我也很想抓他起來 他在切我 Oh my god 炒到去 老花 你看 你怎麼都老花啊 那這一池有多少池你知道嗎 我有的 差不多 兩百多三百啦 兩百池到三百池喔 那他都銷哪裡啊 弄到手槳 賣到中國去的 賣到中國大陸去 有沒有賣台灣 沒有 真的喔 我跟你講老闆娘 你賣給我 我帶到台灣去 台灣沒有那麼大的爛尿蟹啊 我帶到台灣嗎 那他還沒有認識台灣人 認識我們就好啦 俗話可說得好 一項利好三項目 四星庫五星安丁六星庫 說出了常讓台灣漁民 受傷的六種海鮮 沒想到小馬我一天 就遇到了兩種 而且還被刺到流血 真是有九歲 老闆娘 那你一個月要賣多少池去中國 半季的話就差不多 一均一均多 那我忘記的話 差不多七八均每個月 七八噸耶 七八千公斤啊 哇 那有幾萬次要出去 一隻五塊錢北京 好 真好耶 那我問你 看有沒有分技術 好比說 小隻的放在哪裡 然後中隻的放在哪裡 大隻的放在哪裡 有沒有分 在這邊喔 在這邊喔 這個是中的 這個是中的喔 然後還有小隻的 小隻在那邊 你這個 賴尿蝦好不好養 這賴尿蝦沒有養的 只是這裡是庫存 然後可以放三十天 然後就出貨了 每一次說漁民抓過來 然後放在這邊庫存 三四點之後馬上出貨 那他們沒有說從小養到大的 培育養殖場嗎 沒有從小養到大的 所以他不用養殖耶 直接就賺這個中間的差價 那不用餵他們吃東西嗎 不用 連飼料成本都不用 那他跟漁民收的價錢呢 如果你小隻來算 漁民賣給他賣多少錢 差不多兩三塊 兩三塊錢 所以他的利潤這樣算起來要等於一倍 代表說老闆娘有通路 然後這邊有貨源 然後一結合之後兩倍 老闆娘外面那台黑色的賓士 是不是你的 有錢啦有錢 比我還有錢 什麼有沒有搞錯 一個月拔盾等於就有兩三萬隻的賴條蝦要出口 這樣算下來 一個月的營業額可是好幾百萬台幣耶 我看外面的車應該幾百萬 這賴條蝦如果要空運出去的話 不管這要怎麼樣能夠保插新鮮度 所以這個老闆娘呢 他們這家特別發明了一個包裝的方法 首先老闆娘要該怎麼做 要趁公斤 這兩隻有0.5的公斤 然後要包裝 他好跑耶來我來我來我來 我拿那個 生命力很強的賴尿蝦 即將要被我們包裝起來 然後要運送到中國大陸去了 希望以後呢 能夠運送到多一點到那個台灣地區 讓我們台灣地區的觀眾朋友呢 也很有口福可以吃到柬埔寨的賴尿蝦 來怎麼樣 這是怎樣 這是裝玫瑰花的吧 裝這個的 裝這個的 用一個塑膠套裝這個 一隻一個 哎呦怎麼裝怎麼裝 來看看 看他自己端進去喔 不要這樣 這樣喔 這樣喔 這樣把它放進去喔 這樣好 這樣好耶 這樣我把它放這樣 我也來試試看 這樣把它 這樣就好喔 有看的嗎 賴尿蝦這樣 就像玫瑰花咧 好像人家包那個花一樣 那需不需要放些冰啊 或是放些溫度在裡面 要放冰還要放氧氣 放冰嘛 就是它外面包呢 就不要給他們提來提去打架 對提來提去 它身上都有刺 提來提去互相也會傷到 對 對嗎 它這樣刺牌的 它會中心嗎 會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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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恐怖喔 但是你放在這裡 它就不會死了 哇這個賴尿蝦的棺材呢 本身不是讓它死 往生之後才關進去的 讓它活起來 好不好 不要讓它兩個人踢一踢 然後會死掉 好 我們再裝其他的吧 可別以為老闆是開玩笑的 因為聽說黑瓜不但外形凶狠 連個性都很殘暴 有很強的地獄性 就算連同類也不放過 所以啦 為了價錢著想 與其他人的瓦跳跳 還不如給他們乖乖睡覺 好 去了 喔 了解了 很重耶 欸 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今天早上 一個上午的成績啦 我剛剛大概用目測看一下 大概有三十幾尾的這個賴尿蝦 而且裡面還有章魚 不小心撈到了 喔 你看喔 不要講說柬埔寨這邊 他們生活環境很差 還滿聰明的耶 補到的這個漁獲類 漁獲啊 為了保持它的新鮮 有沒有 先放一個桶子 裝一點海水 不要讓它死掉 然後馬上拿回 安上來之後就可以做料理了 好像應該滿多的喔 還有耶 還有耶 還有一隻耶 欸 螃蟹 嘿嘿 看到沒有 一個早上 算一算八十幾塊 欸 沒拍坦 然後馬上就可以料理了 欸 這樣在台灣吃起來 如果說以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數量 跟這個大小在台灣吃起來 沒有上萬的話 我跟你信 十堆 上萬塊以上 很貴 要吃道地的口味 當然就要找當地人啦 SIM的妹妹特別客串大廚 除了示範怎麼吃解奈尿蝦 怎麼炒才好吃之外 更要介紹我們一種很奢侈的吃法 示範 這一位 不多說 這麼大 台灣差不多也要百幾塊 好不好 一般餐廳 烤兩隻 穿幾塊去了 來 先烤一隻 對 我們在柬埔泰曾經有吃過烤的大頭蝦 這一次呢 來吃的是烤的奈尿蝦 對啊 在這邊呢 尤其棒訓港這個地方呢 都是超級的海鮮 食材 但是呢 卻非常的便宜 不過在當地也算是貴 哎呦 活的 他還在動 你看 這隻還不願意死 現在吃他的身體 身體這一塊 我先看怎麼樣 我要研究一下怎麼樣把它打開來 我研究出來的方法就是 亂咬 你就亂咬 實際的亂咬它 然後咧 你亂咬之後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裡面整塊肉就有了 好胖啊 好好吃啊 原來它這個肉質非常非常的有彈性 因為它呢 你仔細看喔 賴尿蝦的活動呢 我覺得你們這樣講你們就很了解 它的活動是這樣子 它是整個身體捲曲 然後它會彈開來 捲曲彈開來 捲曲彈開來 所以它整個身體這個部分都在動 所以它的肉質非常有彈性 而且顏色非常漂亮 然後呢 雖然它剩下很多刺 不過呢 你烤熟了 或是炒熟之後呢 那個殼 因為它很新鮮 我們吃鞋子也知道嗎 越新鮮的蝦子呢 你殼越好剝 所以這個也一樣 其實沒有那麼難剝喔 一剝之後 你一抽出來 就整塊肉都出來了 曾經 我以為大頭蝦 是我心裡面當中 蝦界的海洛伊 最好的海鮮料理 但是這一次呢 不囉嗦 我們出現另外一個毒品 賴尿蝦 但是一定要吃大肉 因為小肉 我跟你說 又很難剝 肉又少 你們看 我剛剛剝了一半的肉 真好吃 真的不誇張 它的肉絕對是小馬我吃過 最有情形的 難怪香港廣東一帶的人 會這麼大筆大筆的進口 如果你對賴尿蝦的感覺 還停留在刺多 可硬 肉又少的話 建議你趕快來試試 這大隻的賴尿蝦 真的很不一樣喔 吃過賴尿蝦的朋友 一定有這樣的困擾 就是賴尿蝦烤的 怎麼剝啊 首先呢 我們剛剛這個女孩子 教我的是說 先把她的頭拧下來 拧下來 再把裡面的腳呢 給它去除掉 裡面的腳把它通通拔掉 好把它的腳拔完之後呢 好現在呢 從它的外殼開始拔 從這個殼開始拔 從這個殼開始拔 殼開始拔 據說是可以拔成一條肉啊 我們來試試看我的手藝怎麼樣 欸 真的耶 你看 第一圈的肉拔出來了 好再看第二圈 完蛋 我要愛上爛尿蝦了 如果說啊 吃大頭蝦是吃它的頭的話 吃爛尿蝦肯定是吃它的身體 它的身體太有彈性了 觀眾朋友啊 你看看像不像大龍蝦那麼大 整隻的瀨尿蝦 剝起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用烤的喔 我很想吃吃看原味 原味先咬一口 其實不用沾任何的調味料 它就已經是人間的美味了 那現在我們再沾看看調味料 沾到 沾上調味料之後呢 你根本就不在人界 你根本就已經在天井了 太好吃了 你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這個晃動 你看到沒有這個彈性 今天上午 一切的努力 看海上跟這些浪奮戰 然後十幾個工作人員 擠在一艘小的漁船上面 幾次的驚險 差點跌入海中 這一切 太值得了 世界定義